那么 祝你好运喽 徐扬哼笑转身离去 才不在意这家伙到底玩什么猫腻 真要是皇族给脸不要脸 徐扬会立刻选择与之硬刚 踏平一切 当然 眼下局面还远远没发展到那种程度 双方自然也没必要撕破脸皮 第二天上午 大军正式出发 六万精锐朝着东域边境开拔 由于这支队伍实在是太过强悍 坐骑又都是上股易兽 行军速度自然超快 夜幕之前便已抵达了预定战场附近 停 云一轩挥了挥手 示意大军停止前进 特使大人 有何吩咐 老谭大哥亲自凑上前来 询问对方的要求 按照我的经验判断 这附近多半会有马匪的队伍驻扎 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附近安营扎寨 洋装休息 等待马匪队伍上钩 只要能先镇压一批 就能将如今冬雨的马匪势力布局 大致摸索清楚了 不得不说 这个云一轩 统帅麾下倒还是有那么一点本事呢 听他这么一说 老谭大哥带领圣火神宗五天王 立刻行动了起来 将他的意愿吩咐了下去 一直到了深夜 似乎周围还没有什么动静 还在容装待命的 营仗当中的战士们 已经开始抱怨了起来 特别是那五万徐阳麾下的精锐 都开始嘲讽这个故作姿态的云一轩 然而没过多久 周围各方向突然冒出了数不清的喊沙声 大批大批的马匪团队呼啸而至 少说也来了五七八万的规模 大鱼上钩了 云一轩满意一笑 立刻释放出忠欲皇族专有的响剑作为号角 一刹那间 训练有素的一万人黄金战绩 自各方向尽头飞速冲来 竟是选择在外围临时增援 将整个马匪五六万人 从外围团围困在了中央 我都要看看 这一次你们还能往哪逃 云一轩紧跟着给五天王下令 各自带领一万徐阳麾下异兽军团冲出营帐 正面和这些马匪战士们拼杀在了一起 此时 徐阳和云一轩两人傲力虚空 平静的审视着一切 我现在终于明白啊 为何你能够取代无双成为北域新主人了 你的实力 当真不是无双那种程度的废物能够相比的 我很渴望与你一战 只是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能找到对你动手的理由 云一轩似笑非笑地开口调侃徐阳 你若真想跟我打 等东宇所有的马匪都清理干净 我们有的是机会 不多时 马匪方面三大领袖一并降临战场 三个人全都是清一色的飞行坐骑 徐阳露出一抹轻笑 顺势掏出了凤雨乾坤宫 第一时间锁定了这一批马匪大当家身下的云阙 身边的云一轩死盯着徐阳的一举一动 连他运气行攻的方法都要判断好几次 简直就是将徐阳当成了实验样本 我说你看够了没有啊 跟我一起动手啊 云一轩竟是一脸傲娇的 掏出了一个酒葫芦灌了起来 我又不擅长射数 这种远程打击只能靠你自己了 一刹那间徐阳弓箭飞射而出 这暴弓射出的每一支箭都是由施法者自身的气凝聚而成 因此能够附加各种元素属性效果 刚刚徐阳那一件 灌注的乃是最为纯粹的兵属性本源 在虚空爆发后 一下子锁定了这三大飞行坐骑的全部行动力 三个马匪头目全都本能地朝下方跌落而去 就是现在 上一秒钟还高冷耍酷的云一轩豁然出手 整个人不知何时 已是在掌心中幻化出一把精致的龙纹长枪 化作一道银色流光 冲向那三个当家 很是干净利落的两招横扫 一个照面便将那个二三当家 两个第五三节的二把手给秒杀掉 长枪如龙一声呼啸 只去头顶大当家正上方 哼 这小子倒还有些本事啊 一招秒杀第五三节 应该比七皇子要强不少 然而就在续阳化音刚落的一瞬间 视野尽头黑暗的角落 一道冰冷肃杀的气息 悄无声息地锁定在了徐阳虚空本体之上 同样是一道无比强大的剑光射了过来 徐阳冷谋立刻锁定那边目标 毫不犹豫地飞掠而去 那个放冷剑的家伙正要就此脱离战场 但他如何能逃得出徐阳的捕捉 几个晃动便堵住了这小子 敢朝野我的身上放冷剑 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个 说吧 谁让你来的 这人看起来年纪不大 也就十四五岁的少年模样 身上穿着锦帽雕球 倒不像是个穷苦出身 更重要的是 这小子刚刚那一剑 威力竟已能比肩一方领袖联盟 接近第五二届的实力了 哼 我是不会出败主人的 主人有令 任何北域的顶级强者 敢踏入东域半步 傻无事 徐阳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不出败他 我也一样会找到他 并且在这之前 你会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 小伙子 你动一动脑子 觉得自己这样做会有什么意义吗 换句话说 你主子真的被我逮到 他还会猜疑你的死活吗 少年冷笑 你觉得你给我洗脑会有用吗 任何一个东域的勇士 永远也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 东域是我们的地盘 北域的人必须死 徐阳无奈点了点头 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就告诉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险恶 话音一落 徐阳直接抢来少年的弓箭 嘎吱一声折成了粉碎 而后一指头戳在这少年的眉心 不过并未毁掉他的经脉结构 而是在探查这小子 为何会拥有如此惊人的战斗底蕴 吼吼 原始力量 这么一查 徐阳顿时露出了一抹微笑 小子 跟我说实话 你身上这些修为 都是你主子教给你的 是又如何 怎么 你怕了 徐阳大笑起来 我如果说 我跟你主子认识 你信不信 扯淡 你当我是小孩子吗 这么低级的骗人话 我也会信吗 徐阳不多废话 直接在这少年眉心上 颈刻下一个微小的三把火的图腾 行了 回去吧 你家主人见了你 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向你询问 有关我的一切 如果他问了就告诉他 今晚此时 这里向东八十里的山峰上 与我见面